你看 这个脚上就冲 完全登上了 蒋师正在指导小朋友如何折纸飞机 进而从中袭得相关科学原理 东方海滨国小科教列车活动 今天邀请到对飞行相关课程好手林一熊 带领孩子透过亲自体验的方式 了解科普教育的乐趣 我们今天海滨国小举办科教列车 那今天的课程活动是飞行课程 那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我们高雄市 温虎国小退休的林一熊主任 以及他的太太陈老师 今天来到我们海滨国小座飞行课程 那因为我们学校以前从来没有这个课程 那有这个科教列车来我们学校 让学生能够了解飞行原理 动手执着我们折纸飞机 以及相关的飞机的一个展示 一 二 三 四 一般的纸飞机没有办法飞得又高又远 但在林老师的指导过后 每个小朋友的纸飞机都能飞得又高又远 其中包含的各式科学原理 也让孩子们获益良多 很有趣 学习到让它飞得很好的观念 一般的飞机可能不可以飞得很远 但是有老师教应该可以飞得很远 这个折纸飞机主要是刚开始在折的时候 要非常的精准 那小朋友刚开始在折的时候 每一条线都折得非常精准 那最后调整 只要按照老师的指导方式把它调整好 都会飞得很远 飞得很久的 透过科教列车 让孩子透过亲自体验的方式 动手玩科学 不仅从中习得科学知识 也对相关内容产生兴趣 让科普教具像架扎根 频道是我们的天员相识采访报道